随着乔纳坛战胜金庭获得2024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南单冠军 第125届全英公开赛落下帷幕 虽然不像奥运会和世锦赛 全英冠军并不是世界冠军 但百年全英的光环依然令所有球员垂涎 在很多球员看来 羽毛球生涯要拿过全英冠军才算完整 作为羽毛球界最古老、传承性最好的比赛 自1899年4月4日开打以来 全英公开赛以其独特的魅力 在125个年头里留下了无数难忘的瞬间 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羽坛巨星的成长 今天这个视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前世今生 了解一下为什么全英公开赛 才是地位最高的羽毛球公开赛 我们都知道现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每年在博明汉举办 但其实1994年之前 全英公开赛都是在伦敦举办的 从1901年第三届比赛开始 此项赛事正式命名为全英羽毛球锦标赛 英文全称All England Badminton Championship 现在也叫全英公开赛 第一年比赛并没有设立单打项目 只有男双、女双和混双三项 男女单打第二年才被正式引入 第一位男子和女子单打冠军分别为 西德尼·史密斯和埃塞尔·汤姆森 并且他们也都是当时顶尖的网球选手 二人都曾获得过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冠军 前35届全英公开赛的冠军 基本都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选手 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也从中脱颖而出 比如乔治·汤姆斯爵士 在1903年至1928年至26年间 共获得21次冠军 其中男单4次、男双9次、混双8次 为历史之最 前一阵子刚刚结束的汤姆斯杯比赛 也是由他的名字命名的 汤姆斯爵士不单是羽毛球传奇选手 同时还是英国国际象棋的冠军 果然贵族就是有钱有闲 早期的男选手都是长衣长裤参加比赛 直到雷蒙德·怀特首次穿着短裤比赛 并获得了总共7次冠军 到目前为止 英国仍是获得男单在内 所有冠军次数最多的国家 但事实上 英国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和男双冠军 已经是1938年的事了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 越来越多的外国选手前来参加比赛 全英公开赛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丹麦运动员开始在世界羽坛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1939年 丹麦运动员就获得了 全英男单和女双两项冠军 当年的女单冠军为加拿大选手获得 当然全英公开赛并没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免 中间停办多次后 在1947年3月恢复 战争后的能源短缺 造成场馆内没有供暖设施 加上天气恶劣 场馆内异常寒冷 甚至场地出现结冰现象 但这仍然没有削弱人们 对于羽毛球的热爱 在这一年 RSL亚师龙品牌的羽毛球 被正式引入 外国参赛选手的人数 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4名 短短三年后 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 亚洲选手 特别是马来西亚羽毛球员 开始了他们对于 全英男子项目的统治 作为华人的骄傲 马来西亚人黄炳璇1950年成为了首位获得全英男单冠军的华人球员 并且在1951年 52年及55年 又三次称王 关于黄炳璇的故事 下一期视频会单独再讲 敬请大家期待 1957年 全英锦标赛正式落户伦敦温布里中心 并在这里度过了随后的37年 在1977年国际雨联正式举办实锦赛之前 全英公开赛一直被认为是非官方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 在此之前 还有两位选手最应该被我们所记住 一位是印尼传奇选手梁海亮 1968年梁海亮首次获得全英冠军时 破纪录的年仅18岁07个月 并在十年的参赛生涯中八次斩获男单冠军 记录保持至今 梁海亮技术全面 战术赋予变化 上网速度快 中场善于突击 尤其擅长后场投顶杀球 他的打法也被后来许多运动员模仿 将羽毛球的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女选手朱迪·哈斯曼 共十次获得女单冠军 七次收获女双冠军 同样前无古人 后面还未有来者 正是由于他的辉煌成绩 才让全英锦标赛 甚至羽毛球运动 传播到了世界更广阔的地方 1976年 英国女子选手吉利安·吉尔克斯 同一届比赛 获得女单女双和混双三项冠军 成为到目前为止 最后一名获得此输融的选手 同时这也是英国最后一次 获得女单冠军 中国选手首次登陆全英公开赛 是在1982年 当时中国派出27名队员参赛 在女单八强中 中国战据七席 最终张爱玲战胜同胞李丁卫 获得中国首个全英女单冠军 林英搭档吴迪熙 获得首个女双冠军 1983年 有中国羽团开山天王之称的 江苏选手阮晋 首次为中国队在全英获得男单冠军 1987年 李永波、田炳毅搭档 首次获得男双冠军 1988年 王鹏仁、史方静搭档 首次获得混双冠军 一开始咱们提到的那些英国选手 估计因为年代久远 很少被人所熟知 但是在这一时期 有一位英国女选手 即使在现在羽团 也是鼎鼎大名 她就是吉利安·克拉克 就算你对她的名字不熟悉 你也一定听过她的声音 吉利安·克拉克在1985年混双 1990年女双和1994年混双比赛中 三次进入到全英决赛 可惜都是亚军 1961年出生的吉利安·克拉克 现在还活跃在羽毛球解说界 全英公开赛 你一定会听到她的声音 也正是因为羽毛球运动 在国际上的广泛推广 以及日本运动员 在这一时期的广泛参与 UNIX也在不断科技创新 他们的产品 1968年 UNIX发明了T型街头球拍 凭此技术成为世界第一羽毛球商 1978年 UNIX发明了第一款 重量低于100克的羽毛球拍 1984年至今 UNIX都是全英羽毛球赛的独家赞助商 1994年 全英公开赛正式从伦敦搬家落户 博明汉 由于电视转播 以及后来互联网的普及 后面的球星 想必很多观众都有印象了 我们也亲眼见证了 包括林丹 李宗伟 安赛龙 陶田等大量羽毛球巨星的成长 现代羽毛球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竞争越来越激烈 想像以前一样一统江湖数年已经很难了 但仍有一些球员取得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比如中国队在2009年包篮五贯 在全英历史上这种情况只有三次 前两次获得者分别为1938年的英格兰队和1948年的丹麦队 女双选手高龄黄岁2001年到2006年连续6年获得女双冠军 同时高龄还搭档张军和郑波五次获得混双冠军 11次冠军的成绩在现代全英公开赛中极为罕见 当然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传奇巨星林丹 六次全英南丹冠军获得者 南丹排行榜历史第三 仅次于梁海亮和丹麦选手科普斯 与其他三个超级一千羽毛球公开赛对比 马来西亚公开赛开始于1937年 印尼公开赛始于1982年 中国公开赛开始于2007年 因此历史最悠久的全英公开赛 仍是羽毛球迷眼中每年最重要的国际赛事 它不但见证了现代羽毛球的发源与发展 也见证了人类社会和科技的进步 不难理解每个羽毛球运动员 都梦想自己的名字 和前辈们一起刻在冠军奖杯上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传承 也是对羽毛球运动发源的一种敬意